- 大家好,我是東京斗的橋,我是鮑勃,我是文,今天我們來到了京都,我們帶大家來京都車站周邊散步遊吧! 我們今天介紹的半日遊散步區域就是大家所看到黃色圈起來的範圍 從京都車站出發之後到美小路公園走一圈大概4.5公里 完全不用搭到車,而且行程豐富,很適合趕時間去潛藏京都的旅客喔! 京都車站的空間感非常的寬廣,而且設計感也十足 建議大家在這邊的時候可以花一點時間在這邊走走看看拍拍照 京都車站裡面就有很大的伊斯丹百貨公司 喜歡運動的朋友可以來挑戰一下這個階級,它大概200多間喔! 這邊是車站內的京都拉麵小路,然後總共來自日本各地的酒家拉麵店 我們現在來排隊買票吧!好開心喔!拿到柯南的票券 京都塔距離地面大概是100公尺左右,然後它這邊都寫出它對應的方位 那這邊的望景都讓大家免費觀看喔! 我們看完京都塔,大概只要走6分鐘左右就可以到東本院寺 東本院寺建於西元1602年,然後曾經在江戶時代的時候發生火災自責損毀 所以它在明治時代的時候重建過,並且裡面有非常多重要的文化財 我們現在要去西本院寺 京都就是一個還蠻密集,然後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土地的地方 西本院寺建造於西元1591年 這邊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古京都遺址的其中的寺廟 如果我不太清楚寺廟的歷史以及禮拜的方式 這邊也有提供中文的免費導覽喔! 從西本院寺大概走路的時候10分鐘可以到梅小路公園 這公園真的很大,就像遊樂園一樣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喔! 這邊是京都的水族館 在我後面超可愛的電車車廂是試電咖啡耶! 這個有電車車廂的小區域啊,就會有咖啡 然後可以讓你看到坐在那個車廂的車之外 有買紀念品 以上就是京都車站周邊散步遊啦! 我是波波! 我是文! 下次再見! 掰掰!